边框变宽多五分之一 传iPhone 6要变大 但苹果获利却没放大 本季营收拉紧报 iPhone销售不如预期拖累苹果财报 28日公布上级业绩 净利只达131亿美元 和前一年同期相比居然零成长 归咎5C卖不动 营收可能下滑 拖累股价表现 苹果28日应声重挫 盘出大跌了8.7% 收在502.47美元 面临500美元关卡保卫战 102年9月苹果破例 同时推出5S 5C两款手机 但没席卷新兴市场 全球市占率居然从前一年22% 降至17.6% 对手三星却表现亮眼 心机启发 年初获3.19亿支 拿下2013年智慧机 市战率冠军 美国市场机构调查 华为联想LG 也站稳欧洲中国市场 成为亚洲智慧型手机 品牌猩猩 看来苹果如临大敌 想冲出销售业绩 2014年智慧手机战 可是有场应战要打 东森财经新闻刘苏宇 李杨利综合报道 做传统紧惯 配空 期应之传 华为联带 采作为 平安装 beliefs よろしく ожалуй